这宗意外发生在今天凌晨零时45分 警方表示受伤的警员当时正在直勤 在Victoria Park Avenue附近的Pharmacy Avenue上截停了一辆汽车 警员要上前盘查时 这名司机却不顾后果把车加速后退 将警员撞倒在地并将其拖行了75米 肇事司机企图逃离现场不过很快被抓获 受伤的警员被送往附近医院 伤势不重已经出院 警方对肇事司机Steven Common空以企图谋杀 危险驾驶导致身体伤害等多项罪名